幽幽从包包拿出三明治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过去跟柏林顿雄搞笑拍对手戏 看不出来总是优雅庄重的女王 私底下流露出幽默轻松一面 去年当东道主迎接G7领袖拍照时 女王的这句话立刻逗笑全场 还有十五年前女王访问美国 当时总统小不惜口误 将女王上次造访的日期说成1776年 整整提早了两百年 女王后来在晚宴上幽默回敬 全场哄堂大笑 女王过去还跟孙子哈利同框 联手前美国总统欧巴马 抗力拍趣味广告 宣传永不屈服运动会 连切生日蛋糕 女王也能试开心果 she borrowed an enormous ceremonial sword to cut the cake instead of the knife on hand 加上女王的高人气 总统都想沾上边 不过据传女王跟雷根总统最聊得来 女王站在历史分水岭 纵横国际外交 长袖善舞 幽默风趣一面 也涌流世人心中 三立新闻杨俊宗报导